這次題目又是補習社老大 田統輝決定 有請田統輝 這次題目是 藍mix 女歪補習者 第二題是 耳目水準是否下降 我接受這個題目 因為我相信 我今季的水平是沒有下降的 第二題目 你會不會說完不算的 怎有可能 要永遠都喜歡我 我可以對天發誓 我一定會 你會不會騙我的 Merry 不要離開我 我要波波啊Merry 波波 喂 起床啊五仔 比賽開始了 是嗎 這次我選這個題目 竟然有我的原因 這次你們每人的角色 在今季有嚴重的漏洞 我這麼完美 怎會有漏洞 但是你這句話已經是一個漏洞 先說那麽 上一季你只是一個大劇 今季竟然是主角 即是你們屬中無大將 我上季是大劇 吃眼睛生氣 得等我打 沒錯 那麽上季是大劇 他今季依然是一個更大的劇 你 可以我們的劇情 完全沒有漏洞 OK 你認我我不跟你說 但阿星呢 上一季明明喜歡男人 今季竟然喜歡VC 有沒有搞錯 我上季何時有趕喜歡 快做你們的事 行不行 明白嗎 你們這樣做得出 我沒你扶 但是五仔你 上一季明明是哈哈伯伯 今季竟然扮好人 前後矛盾 這個更容易解釋 我們只不過由TVB質素 提升到電影質素 那種解釋 你不如說你有精神分裂症更好 什麼TVB質素 認識電影質素 不知所謂 咦 正等於刁拉A夢裡面 那隻伯伯 他也是在電視版裡面 但是一到電影版 他就變成正義的善者 救朋友幫朋友 我們今季 就等於刁拉A夢的電影版 一樣有質素 明不明白 算你回答老大問題 到我問 這次一定務地自用 在今季的藍Mix製埃補習社 製作水平下降 就是因為整間藍Mix製埃補習社 沒有一個是主角 他說足球和籠是主角 出場多就是主角 主角要有代表性啊 我沒有代表性? 你真是 開玩笑了吧 又真的沒有的 喂 你倆不是吧 自己偶爾都不幫 我沒有代表性 我就是代表性 告訴你 哈哈哈哈 你真是 哈哈哈哈 你接受一下現實 你隊友都不幫你 你看看網上的人留言 個個都說要看波子 那不如下季直接改名叫 真英王國補習社 英王國補習社 江野 莫尼 MARRIE 波波 你回來了 你會不會騙我 我可以對方發誓 我一定會 要永遠都喜歡我 怎有可能 你會不會趕完不算 一直都是這樣的 你每個月要準時出街用給我 沒可能 我說有都沒人相信 我怕你包二奶 你會不會的 如果有的話我會跟你離婚 我沒有你 我的人生一定會很不同 除非 你肯陪我拍男X女Y第三季呢? 小龍 嬌難玉曇陰油罪 指示珠眼鏡 文君能有